所以今天呢 我要買一台跑車來送給珍妮 哇這個服務真的不錯喔 道府試停看看 很好喔 已經把它提在兩個位置中間了 那像那個保時捷的跑車系列啊 維護的費用會不會很貴 像我們訂車的話大概都等 那像我們電車啊 台照稅跟燃料稅 你要提良心獎 對 我們要提良心獎 獎放你是車主 好 不要怪保時捷官方 You! 捷特們 大家好我是花強男法帥 我是珍妮 沒錯 到底買跑車是不是一個 不切實際的幻想 然後買跑車是一個什麼樣的體物呢 所以今天呢 我要買一台跑車來送給珍妮 這是一個哲學的頻道 教大家怎麼花錢 會越花越有錢 越花越開心 在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看下去 GO 好那就是珍妮老師生日要到了 對 那我已經不知道送珍妮老師什麼了 所以決定送一台保時捷特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送一台保時捷好不好 香不香 香 好 而且很厲害喔 我今天叫保時捷開過來 蛤 誰叫保時捷公司開車的過來 真的假的 給我們試乘體驗 試乘而已喔 試乘在決定不要買嘛 你剛不是說你要蹭我 我以為你是 它開來已經 上面有一個大的蝴蝶捷 然後讓我打開了 沒有感覺 要求太高了啦 等一下我先試乘看看 看看你合不合適 搞不好你會覺得不好開啊 我一定 可以接受啊 如果你在老手的話 它等一下就來了 真的開過來試乘 真的開過來 直接開到我們家門口 給我們開 認真 怎麼可以這樣 因為我是保時捷 VVVIP 好不好 OK 在這邊我跟小倩他們說明一下 其實保時捷的這個道普試乘 並不是標準流程 因為我在門市呢 已經有溝通 表達我強烈的購車需求 但是呢 因為這個車子是買來送給正義老師的 所以呢 也希望正義老師可以試乘看看 那保時捷就來安排了這次的試乘 好的 非常謝謝我們蕭先生 今天帶道府試駕 哈哈 那我們已經練了一些流程嘛 那就請開始我們試駕的旅途了 耶 那今天就由你直接開 然後我會跟你講解就是 說要操作的部分 因為我一直跟蕭先生講說我很熟啦 直接給我開就好了 不用彩排 直接開直接來好不好 打開跑車音效 這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要從特斯拉換成這台車 因為特斯拉沒有跑車音效 這很重要啊 我覺得特斯拉很不聰明 改一個這個東西 它不用花多少成分 但是可以讓車子炫泡很多 你看有沒有 跑車音效 大家都說為什麼做的不像汽油的跑車 因為它是電的跑車 它不像模仿汽油的車子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自己做一個很像捷運的聲音 但是它其實是我們真實的馬達聲 它做擴大跟優化這樣子 它更重要的是讓行人有聽到 然後用路比較安全 而且比較有感受 有時候真的開電用車 你把聲音都灌掉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回饋感 因為又不正 又沒有聲音 我們通常會請客人 在我們特定的路線 試幾個重要的東西 特定路線 不知道像轉向是否精準 煞車是否很即時 或它會不會有很大的點頭 跟中高速的時候 會不會有非常大的風切聲 我們也會有一些模式的旋鈕 你可以做調整 可以用Sport 4 Plus 耶! 有沒有很想來 超想 好等一下你還沒開 等一下回去換你 好 那在這邊呢 我也代替廣大的觀眾朋友 一定有很多問題想問 因為那時候甄妮老師要買車的時候 就問了我很多 我覺得我不太知道的規模 所以給甄妮老師問我們消息的 像那個我們買保時捷啊 你會建議買二手的還是全新的 它是業務 他一定講買全新的啊 你要問的是說 二手跟全新的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當然是 照我們保時捷的精神 它其實是客製化的 就是我怎麼幫你選 業務怎麼幫你選 你還是覺得差了一點 所以這時候就是你要來省來一筆 這才是你的車子 選到你自己想要 然後符合你心中的 可是你買到二手車 或許它的配備 你就覺得它就差了一點點 這樣 可是那不能再改嗎 如果說車子已經是中午車 大概選配都已經確定了 對 顏色也都確定了 那其他改裝 它就不是原廠改裝 就不是原汁原味 你要買 你自己要這樣子 你就買新的就好了 而且我知道有一個差別 就是買新的保時捷 可以進到保時捷俱樂部對不對 對 我們不管是跑有不求賽啊 跟我們的那個跑車俱樂部 全部都是要新車車主才可以參加 二手車不行 在我們現在經銷商規範 這個是給新車車主 新車車主才有的 對才有的專屬的模特 了解了解 這樣感覺好像要買新的 嘿嘿嘿 所以我們才帶你試駕新的啊 對不對 對 那像那個保時捷的跑車系列啊 維護的費用會不會很貴 基本上跑車的保養費用 一定會比一般的 叫我跑車或休止車要高 只是我們還是有分可能四缸 六缸跟八缸的車型 聽不懂 對對對 聽不懂 那當然越高的吸氣數 基礎保養費一定會高一些 那正常平均這樣一次進去 要花多少錢 先講我們的小保養好了 像四缸的車的小保養 大概就在一萬塊上下 那感覺好像也 那保養是多久 對 其實油車的話就是也是五千一萬之類 對對對 那如果六缸也大概就一萬三到一萬五 其實就跟雙B系列其實差不多 欸對我以為會比雙B貴很多欸 原廠保養有點像醫生啊 你可能年份很多了 公里數很多 當然我們會在很多預防性的建議比較多 那像我們講可以說這種 電的這個車子 是不是相對它的保養給我講平一些 對因為電動車它沒有了引擎 所以它就不會有一些油料的支出 對 所以我們的保養里程 它其實只需要針對煞車跟輪胎嘛 所以我們是兩年三萬公里 才需要回廠一次 那一次大概多少錢 一次那當然因為保時捷 所以它可能還是屬於比較豪華的車子 對 所以它的兩年的單次保養 大概就在一萬到一萬三中間 其實 欸我覺得好像還好欸 各位 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保養 你好像拿得起保子捷了 感覺好像還可以 那你意思說第二次會變很貴嗎 當然因為第二次它可能檢查項目 有時候可能會多了煞車啊 多了輪胎 就回到這個問題啦 跟煞車皮啦 那些東西可能又有另外一個部分 那像我們電車啊 在這個法規上面的話 像那個牌照稅跟燃料稅的部分 政府現在在獎勵電動車 所以它在推廣 所以它其實現在的牌照燃料稅 都是減免的 都是免收的 然後針對電動車的話 它還有 那剛剛一年就選三萬塊 差不多 然後它因為要補助嘛 所以它在那個電動車的貨物稅 它有減徵 像我們台康 如果你這一兩年能夠交車 它都還有享有21萬的退稅 還有21萬的退稅啊 怎麼那麼好 沒有這件事情 怎麼那麼好 對好像聽起來有沒有很想買 有沒有很想買 21萬的退稅 OK也很棒 就是電車才有的 電車才有 就是21萬的退稅這樣子 它有在政府年限中間 而且我在補充一個 你台中的對不對 台中的那邊 台中的現在電動車 路邊停車給不用備用 欸等一下 這個是保時捷也可以嗎 不是 它跟牌子沒關係 它就是 我不知道啊 純電車 只要是電車就不用 就是它不用加油的 就跟特斯拉一樣 對它路邊就是不用備用 那我覺得很讚耶 我覺得可以耶 那充電啊 因為保時捷充電 我不知道它的點有沒有很多 這個大家都想問 對就是會不會開出去 變博角就很難充電 很不好充電 其實保時捷真的 我們很推廣電動車 我們台灣保時捷電動車 第一個規則就是 我們希望每150公里 就會有一個高速充電站 所以我們在西班部 現在所有的展示間 就是包含 台北 新北 然後桃園 新竹 然後台中 未來的台南跟高雄 這西班部它都有展示間 那中部又讓我們在 立保會有南來北往的客人 它也會有快充 東半部的話 我們宜蘭 花蓮 台東它都有快充站 其實現在都已經滿足 每150公里 就會有一座快充站 在最理想的狀況下的話 你5%充到80% 只需要22.5分鐘 現在是業界最快的 好快喔 對好像它有一個號稱 一個800B 對800B 其實它充得比特斯拉還快 對啊 聽起來好像眉目不變 不過還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我覺得我好像問一個很白癡的問題 就是特斯拉充電跟保時捷的充電 對 是充用的嗎 就是 是可以換頭 然後插上去 還是不行 基本上就是 電出來的部分 它當然都一樣 只是頭部一樣 可是就是說 我們這種 所謂的CCS1 它是沒有再轉CCS2 但是現在的第三方充電站 就會有CCS1 符合歐歸的車子 還有CCS2 特斯拉的車子 那家裡的話 是也會配一個充電的東西 布老師 我們會隨時附一個鋁沖給你 那你可以裝在家裡做家用 那我們還附你 兩年六千度的免費充電里程 所以就是送一個鋁沖 對 那不是掛在家裡 它也可以掛在家裡 反正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鋁沖掛在家裡 那如果要出門的時候 就把鋁沖放在車上 就把鋁沖帶出門 就可以隨時隨地的充 我這樣理解嗎 這樣也可以 就不像那個鋁沖裝在家裡 鋁沖的電是220跟110都吃嗎 對 我們會給你220線跟110的線 當然家用的話速度快要220啦 可是你外帶的話 基本上大概就只剩110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現在我們訂車的話 大概等多久的時間 我們因為寶石捷是客製化的方式 所以早期原本就是 都要等6到8個月 本來 本來 6到8 那因為現在高階半條體 其實供應鏈還是有很大的影響 對 帶著寶石捷這幾年在全球它的市場 是越來越大 對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擠壓到我們的生產產能 所以現在大概都抓一年 甚至超過 甚至到一年半 平均是要一年半嗎 一年多啦 那我們的訂金是30萬 我們只要付了訂金 你就可以排配額 排配額 然後我們選配都還不用著急 你可以回家稍微想一下 討論一下 就是說 30萬下去 先排配額 但選配回去它可以討論 等到有配額的前兩個月 我就會通知你說 我們兩個月後可能會有生產配額 那我們就要來把選配確定 到時候就會收足三成的車款 現在如果大概買的話 大概是什麼時候配額會出來 我們今年的配額其實全部都排完了 所以 然後我們明年的訂單 以台中來講的話 大概還有幾十台 是未配額的訂單 未配額 所以我現在訂的話是在大概這幾十台後面 明年的幾十台後面 我們如果以台中這邊 我們預估大概是會在明年的第三季 所謂的2024年次以後 才會有機會排到我們 可是我這樣拿到車 有可能是改款的 當然它還沒有到改款 只是說年次會不一樣 是一定的 年次會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等於是如果現在訂車 配額出來 也是明年的大概現在 然後拿到車呢 就是明年的再過三五個月 那我這樣的理解是對的 對 各位如果想買 趕快買好不好 反正要等那麼久 就先買了 當時我在這個很多論壇 然後社群 也問了很多就是網友 然後他們就一直都有討論說 就說這車子啊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 30萬的這個車子稅 剛剛聽到你有退21萬 我心裡開心一點 30萬就好像 這樣兩個低補 好像又沒有很多 好但是就是 還是不想講到這個錢 那有很多車主就說 好我們就是要避勒奢侈稅 是多少以上會到奢侈稅 如果說 一般的油車 對 然後我們是370萬 他就會遇到了 那但是電動車的話 因為他有貨物稅免徵的補助 對 所以他是實際上他到430萬 他才會遇到奢侈稅 好那有些網友就說 那我們再買回來再改就好 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應該是 你要憑良心講 對 你要憑良心講 假裝你是車主 因為我們給的保固 雖然業界算長的 我們給的是四年不限里程 所以我們保固那麼長的情況下 當然如果你有原廠的需求 我們還是建議你不要這麼冒然改裝 所以那因為我們針對這樣的狀況 我們在油車的部分 有些接近370萬的車子 對 我們會給你一個套裝 就是一個比較 一定避得掉這個稅的 就是讓你做一些減免 對 等於是在配備上給你很大的優惠 喔了解 那因為台康他有 第一個他有貨物稅的那個退稅 對 然後再者他的選配金額比較高 對 但是我們也是有跟原廠反映說 可以給我們一個台灣一個套裝 讓消費者會更有更好的選擇 這樣未來 喔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因為真的很多車友說 買回來再改就好啦 跟自己改那麼便宜 當然不行你會怕怕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麼貴的車 買回來改 改的東西就沒有保護 如果有問題怎麼辦 有沒有破壞保護這件事情 會我們只要改裝 你改裝不平 本來就沒有保護嘛 對 但是如果你因為改裝 然後你可能想要檢查聲音啊 或是檢查一些相關零件的 那我們都會跟客戶講說 因為這個有動到 這個計势會丟包 對對對 這個 不知道是你改壞的 還是我們車子壞掉的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幫你處理 對嘛 大概會怎麼這樣子的情況 好像也合理 所以如果你想省這個錢要改 真的要好好想想 好 那今天非常開心 等一下 最後一題超重要的 我們今天到底試駕什麼車子 今天試駕台康4S 台康4S 基礎價是多少錢 台康的話是381開始 那4S是499起跳 我們381是後軸馬達 所以它只有一個馬達 所以我們會稱它是後輪傳動 對 4S它是前軸會多一個馬達 所以它第一個 它是四輪傳動車子 那馬力就會調到570 對 然後再者它是給你的大電池 對 所以你的里程數會相對再多一些這樣子 多一些些對不對 對 大概在80公里上下 那當然它還是會多什麼氣壓懸吊 一些讓你在使用上更便利的品項 我們選配通常會分三個方向 一個是科技輔助 是大家最需要的 盲點環境包含ACC 那第二個就是底盤類 保時捷重底盤 所以避震器 鋁圈 刹車 第三個當然就個人化 你想要你的顏色或一些內裝 對 那這台的話我們會以科技輔助為主 對 所以我們盲點環境 包含剛剛試乘的ACC它都有 底盤類的話 像它有跑車計時器 對 然後有選新的漂亮的鋁圈 畢竟這個是要買給正宜老師當車的禮物 因為我們講好說 你真的要買 應該啦 不然你試乘看看 你覺得好開 還不是在買 不好開就算了 一定好開 不好開算了 一定好開 好 那我們就回去的時候 我們給正宜老師試駕 然後你們順便到家裡停停看 因為搞不好我們的車位買太小停不下 我們道府試駕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們要試停看看 其實現在新房子的車位都很貴 貴到什麼地步呢 車位已經有分小車位跟大車位了 搞不好有些人的車位會停不下 因為這個車看起來很小小對不對 但其實超胖 所以我們要給你試停看看 那我們就請正老師開回去體驗一下 那決定要買下台車囉 好 過關 蕭先生很安靜喔 蕭先生 他想要玩了 停不下去就不要買了 業績又白打 今天白來了 OK 你覺得開起來感覺怎麼樣 要買嗎 要好要買 等一下去訂車 好啦 我們這個花錢還是要省省評估可以想一下 那真的很感謝我們那個蕭先生 我們蕭先生 帶我們來這個試駕這個 我們的保時機的電車 然後也試停看看 真的也停得下去 真的是蠻值得買的 可以可以買 準備去訂車 要買了嗎 去吧 準備去訂車了嗎 到底會不會買呢 到底會不會買 那我真的很認真問正妮老師 就你真的有很想買嗎 其實我真的蠻喜歡的 蠻喜歡的 我覺得他的車型 是我很喜歡的 你很喜歡的車型 對 然後 價格我覺得 你應該是負擔了起來 對 很看得起我 好 那其實 其實這個有時候人生的選擇就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 我覺得去買那種跑車 真的是一種很不切實際的一種 行為 當然我覺得那個 但是浪漫往往就是不切實際 才是浪漫 對不對 如果太實際了就不浪漫 所以 譬如說送花是不是很浪漫 對啊 但很不切實際 對 對那就跟買保時機一樣 你的力真的有到 我覺得有時候靠場自己或對身邊的人好一點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 就是花錢好難的精神 嗯 所以不要捨不得 因為很多人會安慰自己說 車子能開就好啊 可是事實上 你會不會有時候看到人家開很好的車 你還是會多看兩眼 多少會啊 對還是有影響 對 所以這集影片呢 是一集花錢好難 那也可以幫助到你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想要買好車的話 有一些 可以參考的一些價值 那我是 花牆男Genderman法帥 我是珍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等一下去簽名了 真的 等一下去簽名 OK 等一下去簽名 你們 看到他說都 不能騙我 所以我們 拍車子開箱是 大概一年後 一年多後 好有喔 我們期待一年後的影片吧 電車的這個 拍照稅子 還有稅子 跟一般的油車比不一樣 不用 我知道 問給觀眾聽的 好 你也知道我也知道 他也知道 我們問給觀眾聽的 好 我們這兒都買了 你覺得我們有什麼要問他 這演習 對不對 演習 我還回答你說不用補吧 還有口罩拿是不是 這是 寶石姐的 交車禮嗎 沒有啦 試車禮 試車禮 對對對 有口罩可以拿 寶石姐的口罩 香不香 香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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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